吃過再看一下我們中間的美女朋友喔 來 中間後光也給他們一點眼神喔 好的 我們大多的豆腐中完了嗎 好 我們去 因為不管從小到大其實吃過很多東西都很難忘 那我自己覺得台灣有很多很多的吃法都是很不一樣的 就像可能不吃蕃茄是要沾那個 要沾那個醬油是不是 對 醬油膏跟那個薑汁還是蠻特別的 非常特別就是像我去中南坡拍攝或是去那邊工作的時候 或者是落根是甜的的這種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北部跟中部跟南部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很大很大的特色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可以把每個地方的特色稍微改變融合在一起 都會是很屬於自己的草味道 對 所以今天你也要帶出你的炒味道 讓我們來看一下嗎 小小的展現一下 好 我們就請修來幫我們示範一下他心目中的台灣炒味道 那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現在這個動作是什麼呢 很明顯是加冰塊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沒一點熱 那我絕對加點冰塊 然後我們加一個 蘋果糖漿 然後再加上 檸檬汁 好的 這個是我們未全能農炸檸檬汁 稍微搖一下 好 那我們先稍微把它shake一下 大家如果要古中畫面的話 可以展開 現在有這種霜杯耶 對 就是有一種 一人的霜 對 夏天真的很適合清涼的霜 可以很chill的感覺 對 一口乾掉 對 我們今天就是這個概念呢 來呈現出修的那個 這個台灣的炒味道 好 最後我們要點綴加上什麼 可以啊 加個檸檬片 稍微讓它好久一下 好了 好了 完成 哇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消暑呢 那我們請修拿一杯起來 讓大家再拍一下好不好 今天穿得這麼帥氣 一定要多拍幾張 好 那我們的影響 我們先看